2023年空军招飞选拔工作已经陆续开展 那么通过初选复选来到成都选拔中心的预选对象们 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顺利通过选拔呢 今天我就来充当一下预选对象 看看我最终能通过几项吧 医生 我那个外科其他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我这个两个手上的这个东西是吧 对 你这个呢 你看您这个外伤以后成了一个疤痕是吧 我们要进一步评估一下 你这个外伤当时有没有造成一些骨质的损害 如果你在放射科拍片子骨头没有问题 你现在这个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个结果结合起来 我们评估合格还是不合格 右手这个呢是一个 我们诊断是个先红斑质 是一个血管的畸形 是你在暴露部位 涉及到一个影响外观的问题 会有超声进一步评估一下 看它的厚度啊 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另外呢临床上你这种先红斑质是可以治疗的 让它变得不太明显了 我们也是可以的 就说我这两个其实是也是有可能会通过的 对对对 结束 很多次都想放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难 一般是什么症状就是不合格吗 像有的孩子下来之后或者还没转完 那他就吐了 吐了 或者说他下来之后脸色惨白 出大汗 手脚冰冷 发抖 这个症状大概持续半个小时以上不消失的 就不合格是吧 是吧 今天上午的招肥体检就到此结束了 可以看到啊项目是非常的多 我的视力是戴着眼镜通过的 所以实际上是不合格的 我的招肥体检算是失败了 不过我相信随着大家对身体健康关注度越来越高 未来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能够顺利通过选拔 谢谢大家